嗨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受LINE旅遊的邀請 現在早上六點鐘 準備出發囉 那這次新竹旅程呢 主要是園民會推廣溫泉體驗 所以呢 我們的行程呢 就會有原住民餐 然後還有去泡溫泉 好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囉 夜 到新竹了 天氣超好 接下來我們要轉搭九人坐的包車 那我們就7點20會出發 YA 比達第一站 秀軟溫泉 比達第一站 那我們現在來到外面有 戶外泡湯匙 有冷的跟熱的 然後上面都會有寫溫度 這邊view都很好耶 可以看山 那旁邊這邊也還有一個泡湯匙 那旁邊這邊也還有一個泡湯匙 所以有三個匙在外面 所以有三個匙在外面 我真的是泡湯匙的感覺 室外的溫泉 現在我們看看 44度的 超溫暖的 很熱耶 會燒起來 煮熟那種 隔壁是冷水的 隔壁是冷水的 再來是大池的 47度 哇 真的還蠻熱的耶 超舒服 天啊 冷凍 對啊很燙喔 那邊更燙 很燙 旁邊還有一個塔塔米宿 蠻蠻酷的 然後在床的另外一邊是 泡湯 這邊採光很好耶 這個小棋 然後外面就可以看到戶外的 泡湯匙 今天其實很好 超美 耶 接下來第二站 我們來到 魯碧一家人 這一間就是很有名的 原住民料理餐廳 那就讓我們去看看吃什麼吧 哇 中藏 在魯迪一家人上來8分鐘 可以用走的 用走的比較方便 因為開車的話停在路邊嘛 我也是 剛剛在這邊就有一個涼亭 你可以看到超美的景色 超壯觀 觀景台在前面 然後後面那邊 浴海 超美的 其實還蠻多店家的 沒有往西藩或西藩 沒有往西藩 沒有往西藩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他很好甜 超可愛的 好可愛 好可愛 超可愛的 來看看為什麼叫青蛙石 這裡就有一隻大青蛙 好可愛 沿著步道走 都有這個 文學可以閱讀 還蠻詩情畫意的 這個步道還蠻好走的 沿路都有這種 陸戰道 就沿著陸道 走下來 就可以有步步跟沿路 這步道走起來不會很陡 都有階梯 還蠻好走的 那就沿著步道下去 到下面這邊 到下面這邊 之後有一個透明地道可以去拍照打塔 之後有一個透明地道可以去拍照打塔 哇 後果很壯觀 現在另外一點 哇 清澈 這邊超高官的 蠻長的深 其實他蠻長的深 耶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 整個時間告一段說 我們下次見 嗨